为什么广东凉茶不能冰着喝 最近有些网友 在凉茶里面加了满满的冰块 美其名约 冰广市 中国人自己的苦咖啡 你说这冰美式冰可乐就算了 这冰凉茶看得我真的 咱只能算 什么都冰 只会害人 其实喝凉茶这个事情 广东人有绝对的发言权 根据不完全统计 2022年 我国凉茶相关企业 约为1.5万家 其中广东就占了1.2万 独占全国八成 但这种加冰的喝法 一发到网上 全广东网友都坐不住了 可能很多北方朋友不太理解 那某多宝某老鸡 不都是弄在冰箱里 这广市凉茶为啥就不能加冰呢 那我得说句得罪人的话 在广东 这些所谓的瓶装凉茶 基本都被当做饮料 没人真把它当凉茶 平时喝着玩就行了 真遇到事了 那还得凉茶不 正宗的广市凉茶 那基本就是中药汤子 苦是真的苦 但管用也是真管用 所以很多店家呢 买凉茶都会送山楂糖 但你要是找人家要冰块 那就是挑事了 因为广市凉茶的作用 主要就是清热下火 去湿生津 所以大部分凉茶 都属于性质寒凉的食物 很多凉茶部老板呢 都会提醒一句 如果脾胃虚寒的话 那就少喝凉茶 就算要喝 也得喝温热的 我身边很多朋友 都习惯用开水 把包装带烫一遍再喝 这样呢 寒气没那么足 那好家伙 人家生怕不够热 你现在直接加冰 本来性质就寒凉 你在雾里降温 那喝进去 下火应该倒是挺下火 但就怕给你浇灭 所以有专家也提醒过 冰凉茶容易损伤脾胃 小折拉肚子 大折引起体汗 咱们玩归玩 可千万别因为潮流 去损害自己的身体 更多有趣知识 关注科技周周 讲故事